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呢,买了一大把香菜 分享一下超好吃的做法 香菜呢,是一个特别两极分化的东西 喜欢吃的就觉得特别对香 不喜欢吃的呢,就觉得它像臭皮虫一样臭 今天呢,分享的这种做法 是我们家用了几十年的做法 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首先呢,香菜切洗干净 再给它去掉里面的老叶,黄叶 香菜肝呢,比较有盐一样 我们一定不要丢 把它给多清洗一下,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呢,放在干净无水无油的容器里 为了颜色更漂亮呢,我们再擦上一点点胡萝卜 我们现在呢,来准备腌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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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些熟芝麻 再加一些辣椒粉 再加一些辣椒粉 把它搅拌均匀 油热之后,浇在辣椒上 再切一点小米辣 切一点蒜末 切好之后呢,我们倒入辣椒中 再放入生抽 再放入生抽 食盐 白糖 搅拌均匀 又调好了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进行调整 再倒入调好的灵魂腌料 搅拌均匀之后 腌十分钟就可以开始吃了 香菜呢,不用腌太久 我们依次可以做上两三天的 这样吃起来更新鲜 也更要的健康 如果想要腌制特别久的话 多加点盐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香菜 香浪下饭非常的好吃 特别特别的香 这样密封起来冷藏保存就可以了 吃的时候用干净 无水无油的筷子把它夹出来 再用香油拌一下 本体都香了 要现在想要保存时间更长 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点,洗干净之后一定要晾干水分 第二,制作的全过程 要确保没有生水 没有生油 第三呢,放入干净的 无水无油的瓶子里 把它给密封压结实 第四呢,我们就要冷藏保存 这样呢,放上半年都不会有问题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